双时国庆这空军的国造永英高造机首度要多期编队参与空中分裂式通过总统府上空 那根据青年之报的报道呢就指出说这一批呢是从新竹基地呢来起飞 好那起飞了之后呢它会从淡水河口呢这个转进台北盆地 那这个永英高造机的编队的参与不确定性极高的冲场的操演必须要以秒为单位来计时 那目前呢其实是可以以这个六个六个小时然后有五十分呢 所以是要分秒必争要精准的来通过其实是非常的不容易 那要带来这样子完美的表现啊飞官们呢他们要克服天气风向风速 这些通通都是不确定的影响在空中分秒必争实属不易 那再说到迎接国庆日今年的活动呢更加盛大